跟大家交往都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那也谢谢灰尘对我大家大方的一直不断的推筹过 是因为他实在是太谦虚了 这次我先跟他讲说 不要把我每次都拍在前面 因为其实今天是因为灰尘的这样子一个热力 然后我们只是在响应 那希望今天我可以给所有的创新教育的这样子 给伙伴们的一点这样子的一个参考 那小学端呢其实因为要做所谓的翻转 是比较容易的相对来讲 因为小孩子他本身就是很活的 他不是每天在那边打瞌睡或者是爬不起来 那我们就有时候甚至有时候是太吵了 不知道怎么会让他安静一下这样子 那所以其实基本上做这个部分 我想不会有太困难的一个部分 那没有太困难的状况之下呢 我一走几十年 那因为我的恩师傅姻长吴老师在台东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开始有那样子的一个概念 所以对我来讲就是一个非常普通或者是正常的 我在开始教书的时候 在章话的时候呢 开始在教书的时候呢 我就已经开始读小说 在那时候识解国语课 我们会有一些字习啊找到这些 我就已经开始带着孩子去读小说 然后他们开始在对小说的一些评论 这个对当事后来讲可能是比较特别的 那所谓的小组讨论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我在那个时候四十几个人 每一组就是六个人 礼拜三放学之后呢 我为了要去贯彻那小组的一个食量 就是说品质 所以我在分组之后呢 每一个人我就是很辛苦去接大台的录音机 在一个同事界教室 那他们就开始围在那个每一间教室去录音录下来 录下来之后呢 我们就去听吃饭的时候 就可以发出来说 哎 每一组针对这样子一个议题 或这样子一个课程 每个人发言的一个整个层次 有没有根据我们的比较学历上的那个部分 那是用最笨的方式去做了这样子一个 开示孩子对话的一个机制 那那个时候当然我们还有很多的媒体的部分 没办法去克服 那现在呢其实是很方便的 那我先来提一下 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 就是说其实在上周1540几也是前几期的时候 这个里面提到了学生必备的16项技能 哪16项呢 它分为三大类 其中第一类就是日常的一个核心技能 有哪一个 你看马上就看到了读写 数学 科学 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就会用的上的 然后呢 还有 好 那它有很多的几个项目 其中有非常多大家都已经很熟悉的 那我想这个部分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启发呢 就是说所有现在活在这样子一个世界上的人 都是一个非常需要跟别人链接 那你的基本能力会是在哪里 这是我想非常重要的 那在小学端里面 我怎么去启动这样子的一个机制 就是我用非常多的一个游戏式的概念 那这个游戏式概念 等一下我们就开始去提到 它可能不是我们显性的就是哪一个桌游 或是哪一个这样子一个比赛 它其实注入的就是说 你要完成这么多项的能力 你要怎么样去让孩子开始启动他的一个好奇 那我想另外有一本书叫做游戏化的实战全书 最近也开始出现的 周一环先生写的在美国的 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你帮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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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那没关系 我不管那个东西 所以我就会开始去想说 那我们怎么样去让小朋友 有这样子一个部分 要做什么 是这样一行业 它竞争的是 你有没有这样子一个能力 第一个 你能不能跟人家沟通合作 然后能不能提供非常多的创意 好 那创意这些东西来自于我们所有日程周遭 可以出手可及的很多的事物 或者是很多的素材 好 那请问小孩子去到四年级的 他有没有参加过任何的团队 当然有啊 那就不用去讲 他每天可能去参加补习 所以他从来有没有去观察 这个补习班的老板怎么赚钱 为什么他可以去吸引这么多人 每天掏钱给他 然后乖乖的坐在这个位置 那你能不能去卖你所知道的东西 所以学着四年至少你的表达 你的一个思考他是健全的 然后一开始准备脱离了比亚结说的 他一开始从行事运私这个部分 他可以做后摄认知 我们的后摄认知如果够强的时候 他就可以去侦测他到底别人在想什么 需要什么 那我们就从这个下令这个地方开始 那我一开始讲的时候 小朋友说耶 你绝对想不要不要 你想说哦不是 小朋友说耶 然后我就说要赚钱 老师我一堂课要五百块 我说好五百块 那在场有没有人想是打一堂五百课 拜托 我才不要耶 他马上就被打枪 所以他是不是这个亲戚 是的 但是他出现时讲 他开始盘店 你是去分出去找人 那你到底要卖什么 有个小朋友一开始的时候 最近一直这一年两年来每天呈现在那个历史啊 什么战斗啊什么的 那马上看到的是什么 历史兵吧 而且他们就是要开始去想 第一个发想盘点自己的资源 然后第二个 这个资源里面 你可以运用的有哪些 然后第三个部分呢 你除了这样子一个部分盘点之后 你要如何把它变成是一个课程 好那课程之后呢 你要去开始去想 那你的招生呢 所以小朋友第一个就开始我要去画台报 那我要去设计传单 那接下来我要对谁销售我的产品 好那么他们就开始印了传单 有个人就摆在那个地方 你想要的就去拿 那结果全班都没有人去拿 他就发现说 他这样子一个销售对象是错误的 于是呢 他就开始出走出教室 去跟隔壁 见同学年 然后同安清班 然后这时候最有趣的事情发生了 800年都不会去找的幼稚园老师 一二年级老师 突然他就跟他想好了 老师 老师好 小朋友就去找老师嘛 老师就说 怎么了 老师 你可不可以把我这个传单 拿给你的学生 那老师一看说要收钱 他说怎么得了 还有电话这样子 那你可不可以 见老师没时候跟你讲说 那个部分怎么弄 好 那我可不可以找时间 中午休息的时间的时候 你再来找我 又回到怎么样 保护期了吗 又再回去 请老师再教他了 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 就符合了我们看一下 就是说 金融秘财 资讯科技通讯文化与工美 是不是刚才马上 像这些东西就来了 因为他设计很多的传单 好所以呢 这个是我们认为说 可以做的这些 从刚才短短的一个小案例里面 你会发现说 他开始不断的在解决问题 开始在想 我怎么样让我的课程吸引别人 那我要如何跟我的partner 这边呢 去做沟通跟协调的这个部分 所以你觉得 是不是我们几岁的时候 才可以开启我们所有的一个创新课程呢 没有 从零岁就可以开始了 因为这个理念 所以我就跟说 三岁可以卖三岁的课程 你五岁就可以卖五岁的课程 你八岁了一定有三岁的孩子 需要你的生活经验 可是生活经验把它整合一下 然后把它变成稍微整个流程 再顺畅一点 再加一点点 你的像我老师这样 鼓烂的能力的话 哇 财源就稳稳了 对不对 所以小朋友其实是 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东西的 好那像这些东西 我们对于我们的一个意义的 这样子的一个理解 然后非常多的这些东西 看起来好像很伟大 等一下请你用这样子一个概念 来解锁我所有的一个小小的一个课程里面 孩子是不是有做到这些东西 你所记得到的就随便记 这其实跟我们以前 我们教育部也一直跟我们讲说 我们十大能力之类的 是不是很像 他只是把它再分得更细一点 所以老师们等一下 你手上可以笔记里面 等一下你就去做一个表格了 你现在立即就可以去做表格 我老师这个课程里面 孩子做到什么这个能力 能力 有没有达到这个能力 有没有达到这个能力 好那另外我今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我要谈这件事情 所有的公司行号或者是行销 或者是我们所有的课程 我们都必须要开始思考 为什么有一些东西可以让人很吸引 好刚才我们提到的像这个使命就是 Mustro讲的人的最高层次就是一个使命感 意义价值 刚才提到校长他何必要那么辛苦去搞的这些东西 我相信他领的钱应该没有更多 但是他更麻烦 尤其像对外招式的这个部分 那么这个就是使命 灰尘为什么要冒着被人射箭的危险 到处还要去推广这些东西 我想这也就是使命了 那最明显的大家可以理解的就是危机板客 根本没有钱啊 这个作者最有趣周宇凯 他年轻的时候呢 他就觉得说他新闯了一个公司 这公司是不得了 没有让流方万事的话 这是太可惜了 于是他花了太久的时间 努力的写写写 把他的一个发想啊 什么过程啊什么 把他写上去 结果他说爽不到三分钟就被下架了 为什么 因为人家觉得说这没有价值 没有流传万事的这样一个价值 所以危机板客里面 很多的义务的循守员 这些人是谁啊 我们都不知道是谁 他散布在世界各地 可是就吃了那么饱 每天就是看看别人这个东西 怎么值得留在这里 对不对 这也不用钱的 管我干嘛 怎么吃那么饱啊 就是 这个认为说人类 历史里面要留下很多的知识 但不是这里 所以他有这样子一个 这个使命 大家会觉得说 因为一点点的力量 我可以让这个组织更棒 所以没有一个人只是为了 就是赚钱而已 好 那么这个部分还有一个是未知的 就是说我们最直接就是 显现的一个挑战里面 为什么孩子 像我们这次夏令营的时候呢 我就邀请了我的同事 来让孩子做咨询 因为同事有做很多夏令营 学校都很多营队嘛 那这个年轻的老师呢 就让他们咨询 他就提到一个 小朋友就提到说 要怎么样让 因为他们很怕说今天第一天来很好奇 可是发现 知识太烂了 课程太差了 就退队了 就不想来了 他说老师那怎么办 他说很简单 像我打热热棒的时候呢 我绝对就是今天的分数 跟明天分数要累积起来 就是最后一天才算总分 所以你每天就想要打爆他 就是他你赢了我 我明天就想要怎么样 赌徒不就是这样子吗 所以赌场也是这样设计的啊 所以其实就是说 你不知道 没有走到最后一天 你不知道结果如何 所以你就会一直守在电视前 像我先生看那个网球 半夜也在一直守在那边 他就是要看结果到底怎么样 对不对 好那所以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说如果今天 最后一天你没有报到你的话 就结束了 那你就会怎样 你就会去抢 所以我跟你讲 快来快背 就在百货公司 就说周年70到什么 你看很多女人疯狂的 就开始去扫货 对不对 因为他最后一天 就不能换什么什么什么的 所以其实 有一些是因为期限 那第二个就是说 你是VIP 所以我们的一些社群 为什么有时候 还是要设一个关卡 让你怎么样 还是要申请的方式 不是随便 你走过路过都可以进来 那么这样子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说 这个社群 它比较有一点点怎么样 荣耀感 那更好的就是说 我们组一个可能读书会 那这个读书会里面 可能你要读了什么书 或者是你要得到什么进阶的 你才可以进来 那所以 有些我们的课词里面 可以去设一点类似独特的一个概念 那所有的就是 我可以使用 我可以拿着 那这个成就感就是像我们的脸书里面 它也许没有什么使命感 但是它可以按赞 所以我每次都鼓励老师们说 你就把你的这样子的一个 你觉得好像不值钱 可是我告诉你就是有人需要 然后呢 就会有人怎么样 至少同情你 哎呦行那么长 不是给他还不赞 还那么可怜 所以 你不知道嘛 那你没有去挖掘它背后 对你的一个核心概念 它就让鼓舞了你 你就觉得说 哇 我做这件事情 真的让我马上就看到了怎么样 一几个效应 尤其现在是我们网路的时代 你得到这些东西是比较容易的 所以如果一个老师 任何大学或者是高中 或者是任何一个课程 都可以涉及到这个年龄层 你觉得它可以 因为这这个核心概念 而产生的课程 那么它就有卖点 那有时候你会觉得说 我要提升孩子那么快的使命感 没有 但没有关系 我可以做什么 我可以退而求其次 我先让他按赞 先有人觉得说肯定他 这个东西是很棒的 那我可不可以用积分的方式呢 这个词就感觉是积分嘛 所以有时候比赛还是怎么样 可以是在一个 还不是运行非常纯熟的一个团体里面 可以去短暂去使用的 那最终我们当然最后还是要使命 那因为我小学里面呢 孩子比较容易 他没有那么视力 他没有那么被动 所以基本上 我们很容易让他有使命感 那天我就跟他小朋友说 天哪已经要考试了 可是我看 我在网路上看到 好多老师在哀嚎说 这小四的这个数学 这五个单元 很多还不会 怎么办 我们要不要来救他们 小朋友就说 要一定要救 其实就救自己嘛 那你可不可以帮我每一个单元里面 帮我抓出一到两个 非常困难 而且是陷阱 大家都会重击的 那样子一个题目呢 或是那样子一个概念 帮我设计成一个游戏 因为你一个人不认识 他如果丢题目给他 他就说又来了 又是每次叫我心碎 就讨厌死 我就不相信 好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用成一个游戏的时候 他是不是就是怎么样 就非常有意思 那今天我没有讲这个 我们班小朋友就回去用 非常有使命感 因为他们现在是拯救全台湾的小师生 在最后免于最后一次 怎么样 数学考鸭蛋 于是呢 他们就有这样一个动力 所以使命感来的时候 就开始要启动他的创意 一个小朋友就写 用叫面鸡嘛 那面是面食的面 鸡是什么 狗狗鸡等鸡 面鸡店 那你猜猜什么 他就把他们家小时候玩的 那个方形的鸡母 然后他就说 比如说他就煮套餐的概念 这一碗面吃多少 那如果你小面 面里面还要乳味啊什么的 乳味是另外几个 那你听起来的时候 所以如果你想吃面 又想吃乳味 又想喝饮料 那就是每一块鸡母 它上面都画图 它上面才会 说这个是一碗多少钱的面 然后这个是又多少 然后他把那个面积的 那个长短 全部标在上面 所以如果你要吃这个套餐 有四块鸡母 冰起来 好 请问这四块鸡母的面积是多少 周长是多少 那这就是我告诉的 有没有创意 他教了我耶 所以你看如果去吃面的时候 他这样 你给冰的嘛 这样麻烦 我给你吃了 好 所以其实 可是你看小孩子竟然 用这种方式 然后这么的精彩的 呈现在你面前 然后接下来第二个就是 他开始写 这是什么游戏规则 然后发想是什么 不是读写就来了吗 好 所以我想就是因为 用这样子一个方式呢 让孩子觉得说 这些东西是很有意思的 好 这个是我的一个课程 它是我姐姐那个 你帮我连结 连结是这部结论 好 今天演讲 这个课程呢 它其实就是一本小说 然后把它截录在我们的课文里面的 那么这个部分呢 很多老师可能就是去读了以后 就用 我们都知道说 这个东西就是折翼天使 它就是一个折翼天使的一个故事 那这样子一个东西 老师传统 没有一个人 不知道在讲什么 知道之后 我们就直接灌输 好 这问题就来了 现在接下来就开始要解锁 我老师的课程里面 怎么样让这样子一个课程 充满了用游戏的概念 充满了刚才我们需要 十六四二二十一世纪 需要具备的那些能力 我如果今天 一样跟你一样有感动 我一样跟你一样 我都觉得说 哇 这个东西 孩子 应该未来有同理心 那可以做到 什么样的一个地步呢 所以今天你可以从 两个部分来介绍 温老师一步 第一个你看 我在看课程的时候 可能跟我的人生阅历有关系 所以一个人 一定要当好人 为什么 因为你当好人的时候 你基本上 你是用善念去全权式 这样子的一个素材 第二个 这个善念 我要有策略 我要有方法 所以我们先开始 用什么样的策略 什么方法 把你所读到的这个东西 把它跟孩子接棍 让孩子也能够去感受到 你想发挥的善念 好 那所以第一个就是初心 就是你的第一个人 真的一定要好好的去 关心别人 从别人的角度来出发 那我们看到的东西 就会不一样 好 那基本上 教学 它还是很多的基础的东西 这个基础东西 是不可逃避的 那我怎么做呢 即使是基础东西 我也不要用讲述的方式 我们也可以用游戏的一个方式 好 这个是对话呢 是我们 可能我们要做 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课文 给老师们看 好 这堂课其实基本上是实习老师上的 完全没有经验的老师 做得下下降 为什么 因为老师你已经不是主角了 你已经退而求其次 是一个领航者 所以这个船的动力 其实是孩子发展出来的 是他一直想前进 是他一直让这个风吹了这个饭 好 那我就会让 志祺老师跟他讨论说 你要交对话 可是你其实一开始 你一定要让孩子去理解 这个课文在讲什么 那认真读课文 怎么样让他读课文 我把一些东西抽掉 所以当这个东西抽掉之后呢 孩子就必须要开始怎么样 回复原来的样子 好 剩下五分之后是怎样 好 所以呢 你发现说 我把这个 诶 引号拿掉之后 对话框拿掉之后 孩子会做什么 他要非常认真的 一直不断去找到 对话应该长什么样子 所以他们很认真的读 所以亲爱的老师们 你们一开始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从来没有去想 什么东西都 你要把它弄好的 就灌输了 就是你其实把它拿掉 把原貌改变一下 然后请他拜托他 我第一个 他有神秘感 他觉得说非我不可 第二个他会有成就感 你看 我找的跟你一样 跟可门一样 好 于是呢就用这样一个方式 诗习老师亲而言许 他这辈子很难忘记 他说老师我第一次上去 我都没有做什么 为什么他们讨论的这么热烈 然后用这么的激情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那已经讨论出来之后呢 对话全部都核对之后 我们接下来就第二阶段 就是要去开始 他的成分是什么 那你看这个老师 他就用怎么样 一样他是把所有的东西混在一起 只有十几二十几张单子 你要如何把它重组 这其实就是重组的概念 那透过小组的力量 他会怎么样 很快速到 接下来又开始 但是老师就说看哪一种比较快 那这样子是不是大家 就会过逢合作 所以很快的 他们就觉得说 用这种方式的话 他也把所有的主持 什么什么这样子的概念 把它建立了 好 那他们接下来个别合作 我们这个时候才 从协作当中 开始回到个人 那么个人的时候 他就已经有一个音箱 打好在那边 他刚才已经体验过了 好 这也都是实习老师带的 那接下来下一个实习老师呢 他开始要去 你会发现 那是把内容 大家稍微理解 然后形式的 整个比较重要的一个 语文的厂试知识 把它建构起来 接下来我还是要回到 这个课文 到底在情义上 我们需要认知 情义技能 情义上 我要做什么 那我们还是要从这边 那我想 这个部分呢 因为温老师有做了 这个最文败来讲 这是很简单的 那他们就开始一句一句 有没有再去 又再去回读第二遍 好 从这个地方开始 进去的时候 是不一样的 是用一个情绪 情义的概念进去 于是呢 他们找到了 那找完之后 他就开始更理解 为什么姐姐当初的状况 弟弟会觉得很汗眼 因为弟弟一直不愿意承认 那是我的姐姐 还会捉弄她 所以对一个家庭来讲 妈妈是很伤心的 那么后来她看到姐姐 用了一点点自己赚到钱 就一直用 没有办法很顺畅 就是说 擦踢擦踢 去擦踢 就是去擦踢 然后姐姐吃完了 就很心满意 自己抢着要去付钱 要请全家吃一顿饭 那是她这辈子第一次 能够站起来 显示自己的一个价值 所以这个课 这篇这个故事呢 其实是非常感人的 那也是真实的故事 那我想 这个小朋友呢 就开始 我们从同理心的这个部分 对不起 我以前一直不能接纳 自从你用辛苦 赚了钱的期望 我就配感了 我哪里想像你能赚到 我以为你很笨 但我才低估你 我郑重举右手 我不会再去学校 比较不同 亲戚原谅 爱你的弟弟 就是简单的 你看这时候是不是也开始 简单的一个写作 那这个部分 情意的部分 以及OK的时候呢 我就开始回到家 接下来这个课是我上 所以我们无缝接鬼 所以最后你会发现说 其实不是谁来上课的问题 是你的教育核心 你的教学概念 是不是能够灌注在 这一堂 这个单元里面 所以谁来上课 顶多当然有些我们 比较会讲话 或者是比较会衍生 但是我觉得大概 大概如果我可以上到90分 我的实习老师那一天 其实我可以给他到80分 因为我的经验 比较足够 我跟他们比较有默契 所以当然我做的事情 会比较完整 但我那天一个第一次上课的 所以我今天用这个案例 来鼓舞所有的老师 你紧张什么 你害怕什么 完全没有经验的大三的实习生 他都可以站在我们温老师的教室里面 去做这样子一个 你刚才看到了 也很有趣 是课程在带着学生 而不是老师扛在街上 把孩子每一个都飞在街上 所以你就会觉得很累 你会觉得你总的扛都扛不住 扛不起来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是他们做的 那接下来这个就是我回去 又假装自己是姐姐的家人 如果希望姐姐以后能自立根 那么日小时候需要训练 他的眼睛哪些哪里 你会发现温老师已经开始从 比较悲情同理的部分 不是情感同理 我要你真的能够在社会上 能够自己站起来 因为爸爸妈妈都会走 所有的家人都会离开 你必须要找到 如果可以训练的话 那这个部分你看 如果今天这样子想 小朋友这样子想的时候 你觉得孩子有什么 是不是另外一个更贴近 更务实的同理心就出来了 对啊 他刚刚不是就说你好可怜 你好棒 或者是我感恩你 这不是 那我要非常残忍的训练 你必须要自己去刷牙 自己去做自己做 我不可以再永远都帮你提 所以你看我们看很多的书也是一样 很多的特教家庭呢 他如果小时候就用同情的角度 什么都不让他做 他什么都不会 可是我们看一骨羊放他们那些 他什么都能做 是因为他的家庭心态是正常 是健康的 好那这些东西呢 接下来就是写了之后呢 那你觉得姐姐要不要同理 就是我们所有的人 要不要同理身心障碍者家庭 要非常非常同理那样子的家庭 所以如果一个妈妈带了一个折影天使 特殊孩子 我们不能再用一个很奇怪的眼光 或是很没有同理性的那样眼光去看他们 这是非常重要的 好那我就让姐姐来写一封信给大家 好最重要的是我觉得就是到这个地方 如果今天课程只有到刚才的都是嘴上谈面 我觉得那不不许 那不是真正一个社会公民应该做的事情 回到我们刚才十六世纪的一个倡议力 它其实就是一个议题要从小杂根 从小杂根它并不遥远 它就在我身边 它可以让所有的小朋友很小的时候就有公民意识 就有对所有万事万物 怎样都是一个平等的一个这个概念 那不是口号 如果今天我今天最高的那个那个校长 他说他们提侦 叫我小生奶奶开始当警察员 就非常好 他们那天就开始去想 老师你看这里就没有那个不友善啊 我从来没有想过这种东西怎么友善 他说用伸口 然后大教授就说 那如果这么高 他就是不会讲话 你叫他怎么伸口 那如果今天用什么比较好 我觉得真的是就是电梯的这个概念 你就点字就好了啊 因为你一摸就知道这是热水还是冷水嘛 对不对 你看我们从来没有在这个小细节 这小孩子小眼睛就专门看这种东西 我也没有想到 他们就想到说对老师这个怎么样 然后接下来这是我们学校 你看好的设计师他会把这个残障坡道呢 他是怎样 他就把它融为一体 我那一天我才知道说 学生师我讲说 老师这里有残障坡道 我本来要来检举这里 不够友善这样 这栋楼他们怎么上去这样 结果说不会啊 这个你没有玩过嘛 对的确我都没有任何游戏 他都上来每天拜华 他们就融在一起 就是一个贝壳的概念 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好 那所以最后面他们就开始去想说游乐 他们空间配置更方便 独立自主完成各种事物大检测 然后发现了我们学校还不错 但是我们另外一个发现就是 你看有没有这种小孩子 画了四张在地上就开始画 把所有学校的 这不叫创意吗 其实很多的事情 我们只要放手做之后 孩子其实是有无限的一个创意的 从南大夫小开始 这里要带家墙 这里有跋扯的厕所 要跪着斜坡 没有人可能懂 可帮助坐于轮盘的较高处 然后迷你电梯 会被拿来玩 感应室 那是什么 加电扇 加电梯 然后价格太贵 渣油楼的楼梯 笑语有很多梗 有点奇怪耶 这什么东西 就刚才我们做的那个 你站空间 他认为那个 我刚才大家赞赏的 他不认为是好的 他觉得他还可以更好一点 好 那所以你看他把全校这样子 所有的我们的空间配置 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这不是另外一种未来的一个设计师吗 好 那每一个孩子都做的 有的就比较文章 喜欢用文章的 不合格的 什么东西 很严格耶 木头舞台要增加什么东西 游乐器材要有升降 他们最好一直在检测游乐器的时候 他请问像这个 溜滑梯 他要怎么上去 你应该给他升降梯啊 不要笑 也许我们未来就有这种 对不对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为这些少数的去想 所以我们走的都是很大的 而且是捷径 你知道那个我们所有的财商坡 都躲在哪里 都在很遥远的地方 然后我说都已经走不动了 不方便走了 还让他们绕那么远 这是他们那天共同的一个省思 好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呢 就是你可以看得到就是说 你看每一个人 我觉得需要用他的正式辛苦 都得绕一些 而且他们非有人 有新人取笑 并且滥用他们的专属的工具 我们应该极力遏制 这种不法行为 虽然我们有许多设备不合格 以下是解决法 银水星加点子 虚柔加电梯 水工重建 这样子 他用大门的服装 我并且人又孝敬 家庭 所以我们班的小朋友 其实所有的思维 都是在一个非常公民意识的形态之下 他年纪小 但他从来没有放弃 他可以行使的一个公民权 跟他的一个建立权 我觉得可不可行 我们都可以讨论 但这个孩子做了什么 他对这个社会有没有贡献 非常有贡献 而且他用非常多的 这个案例 来直接跟你讲 那我想还有一个 这个就是我问你们的 每一个案例 接下来 你未来看学思达的案例也好 你要去想 这些案 所以很多人提订任何一种教学法 我都觉得很有趣 那个都是可以去讨论的 那你要去想说 那什么东西是比较符合这个阶段 所以没有什么好不好 有时候是阶段性 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手段 它不会是永恒 它不断可以更新 所以不必要去讲说哪一个好 还是哪一个不好 都有因为你的时间 你的地点 你的人 而去改变的 或者是特别去因应的一个想法 但唯一不变的 就是他在尊重孩子 而且让孩子非常有创意 而且他能够行使他非常独特的 这样子的一个公民权的一个仪式底下 孩子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厉害 那既然规则那么客气 我就也不客气了 好啦 那我讲一下 拜托了 那这个很快 谢谢 然后另外一个 就是装置的有用还是没用 这很有意思 小时候讨论什么有用没用 那他们第一个想象 没用是什么 有名 那我班有一个孩子 他最近一直要出版 他接下来 出架才会建置一个募资平台 我骗你 这是我跟他提议的 就是开始要募资 去出版他的小说 那这个孩子 他是一个 我说他为什么会成功 他会成功是因为 他从来就是 小小阿德勒 在家小甘迪 小甘迪做什么 甘迪做什么 不合作运动 他永远就是不合作运动 比如说你跟他讲说 这个字我完全看不懂 我也看不清楚 从一年级到现在 都是这样子 那他可以写几万字的小说 但他就是不想写这些 然后很多东西 他就觉得说 这不重要 但是他有非常人权 人本的意识 但是他非常的温和 他真的是小甘迪 他永远都是小甘迪 就是可以写啊 我说例如 是不是有人 因为你写字不漂亮 就去笑 嗯 小时候有吧 那你怎么样 那就让他笑啊 你不觉得怎么样 他就不想笑你了 你有多有智慧啊 你就去不来了 对啊 再说交久了 他就我们去 他就不想笑了 好 所以这个孩子呢 他一开始就说 老师 我们那时候就想说 老师那是不是游民就是没用 就是我们在谈 游民就是 这是课文 就是装置的 跟会诗的 这样一个讨论 那我们就开始去想 那什么叫有用 什么叫没用 那就想要提到游民的这个部分 很有趣 等一下我们看一下 好 他说 人到底要当有用 还是没用好 因为好的一棵树 大家说 哇 这棵树被砍了去做家具 真有用 但是另外一个木匠 可能 可能是说 那个土地可能就说 怎么 是长另外一片庄子 一样都有这样子 木匠跟土地的 那我想 会诗就说 会诗就说 这棵树真没用 因为庄子 一直说 这个树好漂亮 姿态真美 所以会诗说 哪有什么用 在这边站着 定得 然后呢 又不能用 又不能看来用 那庄子就跟他讲 如果好用 就被人家怎么样看 所以类似这样子的一个论片 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 所以最后一句话是 庄子说 超越有用没用 才是智慧 但因为用在树 我觉得不见得那么的贴切 因为小朋友都说 那我不想被砍 他们自觉就是 我不想被砍 被砍很痛 我永远活着 我还可以很多小朋友 小庙啊什么来 我的身边跟我一起玩 而且我可以遮阴 我可以帮助大自然 环境的这个部分 那回到人呢 他说 有用的话有工作 不会被排挤 有自信取得到老婆 没有的话很轻松 没人会朝你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没人管 这次机死了 缺点是有压力 为了工作而睡眠不足 赚多钱所以紧张 怕钱被人偷 没工作吃自己 很无趣 没事做 没朋友可能去不到老婆了 所以这就是 你除了没有去让孩子去思考的时候 其实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你这样想的时候 你知道其实是很有意思的 你看 我就是不会去限制孩子 一定要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去表述 所有的方式都是最好的方式 方式好 所以有的老师问我说 那小孩子不会写怎么办 不会写到嘴巴啊 他讲就好啦 他画图就好啦 他剪贴也行啊 什么都行 每一个人想要怎么表述就怎么表述 久了他就会想要写字 你猜为什么 因为他前面的空窗嘛 也有人尊重他表达 所以他认为表达不重要 那表达不重要的时候 我用什么形式有什么意义吗 你们都不想听我讲啊 那所以你让他感觉自己是重要的 人只要被看中都可以当作假 我这样讲好像很理念作假 就是说 人只要真的觉得自己有价值的 你就会想办法写出一些 你看我那小孩子小事他就要出版了 他自己就要 因为他一直拜托我去说 你都可以出 他说我都可以出 为什么我都可以出 因为他说我没有写小说 为什么我还可以出 出这样子 他说那你帮我 可不可以帮我问出版社 那我当然 有直播 他妈西方没看 我骗他说 我去帮你接下 其实他们不是那么有兴趣 但是我没有别的管道 你想不想尝试 所以他已经在我们班公司 我想要投资他一千块 因为我跟他说 你要先去把整个SOP 所以他全假就会开始 暑假就要做这件事情 要把这件事情把它做到结束 就是出版这些 出版这很简单 本来就可以 不是很难 我们都觉得他太难了 那所以 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可以让每一个孩子 不管他怎样 都想用他的方式来表现 所以只要有价值 或者十岁 也可以做出版 好 那你看 哪个小朋友 就是写了这个 有用没用的缺点 好 OK 有非常多的 太累 为了得到掌声 太运 大约束之际 因此没有放松时间 灰尘有这种感觉 他现在已经不要为了得到掌声 所以更累 好 那不被大家珍惜 没有人理他 人静光静光 越来越异弱 紧张 反悶丢脸 我认为在四处眼光中 有用才是最好的 但那个在山顶的人 那里有点紧张 因为 大家的眼睛 都一直盯着他看 看到是坚持下去 维持在这个 还是掉到山顶 所以有个无奈 这时候我们不会成功的 看他什么时候搞笑 你看一个孩子 其实他那么小 他都能够去体验到 人生里面有这么多的无奈 可是却有 人生里面 又有这么多的价值 可以去追求 好 这是小诗的一个班级 我带了两年 他就可以产生 这样子一个 对于高层次思考的 一个能量出来的 好 那么 你看 每一个孩子 当一个人 在其他地方有VIP的Data 当一个有用的人 人生才不会那么无聊 当一个没用的人 可以整天自由之间的习走 当一个没有人 很自由的 可以慢活的做很多事 才是要慢活 好 来看情绪 其实人都是一种选择 你每天都是一种选择 你要选择走这个 那他有他的承担 你要选择走这个 那你有你的另外一种承担 那绝论之下 你到底选择是什么 不管是什么 你都去做吧 如果你今天选择了 你就不要再去 你一直在想中想西的 你会很痛苦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课文 很简单 但是呢 你看一下 最后面回到自己的 这个部分之后 我就让他们回家用学习单 让他开始去把情绪 如果是你 你要当哪一种 有用或没用 请用三个理由 让别人心服口服 老师很多人说 怎么去训练孩子说话 我觉得说话 要让一个人有准备 所以小组讨论 或者是特别 自己先把自己的想法 先写出来 那么写出来之后 你等一下 要报告的时候 你不会无所依归 你不会觉得突然的空洞 所以有准备之下 叫一个孩子发表 才是对他最好的 最温暖的一个方式 那么这个东西呢 你可以让孩子去先想一想 那么回家再写个更清楚一点 这是另外一个也是一样这个课文的部分 那你觉得庄周说的有道理吗 他说不要管有没有用 就是超越有用没用才是智慧 他最后的结论就是超越有用没用才是智慧 好那你三个例子说明之后 我觉得接下来就是开始 刚才是每一个人不仅是智慧 他还开始去画图 然后每一个孩子呢 他从这个地方的学习期的 念课文 分析写生词被课文考试 这就是一般老师们的教学方式 比较无聊 但如果要改变这些方法教学 如果改变呢 修处标题 给你自觉的反应 会想到什么 看课文 分析此时情绪心动 如果你会有何反应 看完课文 你会改变当初想法吗 思想什么心 这些便是新的教学 让孩子思考 从不会 再从一丝丝线索里摸索来 这样对小孩来说比较好 可以发表自己的想法 及实施经验 小孩子可以理论你到底 他一直觉得他在做游戏啊 他永远都有阴架 有扶持的力量在他旁边 然后又可以展现他自己个人的创意 并没有人去要求他 可是你跟他说 你很担心说人字 人字没写到 我没写到字吗 我不是从早到晚都在写字吗 因为他必须要选择表述 所以我的小白板 或者是说 尤其小白板 在我们教室里面 随时都可以抽出来 就开始不断的 因为孩子有受组织欠考虑 表述的能力 没有那么强的时候 这个东西很可惜 没有流出来 所以我说小白板是现在 这一波最新的脑内革命 因为把孩子的思维 透过这个东西 一致一致的把它处置起 好 那么这些东西呢 我觉得这个教法和传统教法非常不同 可说是天差地远 传统老师只会让你操课文学宣誓 然而现在上这堂课试 就像在上哲学课一样 可以去思考去探究 而且这种方法 可以让学生低见力升高 不像指操课文的学生 不想不敢 甚至根本懒得去 太索词汇的奥秘 这种教法真是良好 可以感觉心悲 并且让学生动脑 你看 这不就是给老师 教育部长敢说我教训副理 这个拿去 学生是买家嘛 买家满意 而且大力的给你怎么样 推荐 这要是放在网路上 就是怎么样 就是最好的证据 所以这个产品好不好 这方面 这样子的产品是非常好的 那接下来 我们就开始去谈到说 你看 欧老师又回到公民医师这个概念 我们学这些东西 不是为了要跟嘴上练命 跟所有的人打碎口 这一点意义都没有 我们现在就是用实际的行动 把我所学的 所以哲学有没有 哲学最有用 哲学是行动的基础 你是什么样的思维 决定了你什么样的行动 那如果今天 你有这样子一个哲学思维的时候 你现在看东西 每一个都是你的资源 你再也不会说 嗯 怎么样 我什么都没有 我假的有趣的 我最近一直在实施一种比较深工饮食 那我就有吃那个那个餐 那我朋友他就是大概一百超过一百公斤 他就是我餐厅的老板跟我非常好 他对我非常非常好 每天要帮我进行炒制的一些午餐 很幸福 做人好就是最好 他真的是因为很爱我 那所以呢 他那天就一直 我说那你为什么自己不吃 我说我去帮我 你规划一本书了 你只要瘦三十公斤的话 你就可以写三本书了 我就不骗你 然后我就讲了一句话说 你知道吗 你全身都是资产 肉啊 很怕嘛 那所以我就说你怎么会 很多人都觉得说 这是废物 这是垃圾 No 他只要减三十公斤 我告诉你 多少人会去买他的书 因为他又是非常棒的厨师 他好会煮 而且都是很营养 又是非常均衡 但是他就是煮给我们 这些人吃 他自己都 每次都没吃 所以我就说你搞什么 那结果你知道 那天他才拖出一个便当而已 多少来跟他订 所以我现在已经失宠了 你知道吗 那所以你就觉得 我们常常一直觉得说 我什么都没有 我告诉你你什么都有 例如我就跟小朋友说 我们常说垃圾 垃圾被有黄金不是吗 那个字有没有 太多故事了 很多商业 那个创业的故事 都是从垃圾回收这个部分 那你看 救护破衣废子 先从他身边的这些东西 那刚好我们又 我们在五星节这一次 我们就把小朋友 不要的一个衬衫 或者把那个T恤 拿出来剪了 就变包包 那所以这个东西呢 你看 生活中许多垃圾 经过巧手 关心 关心什么 可以变成 独一 独二 有用的小品 那你看 这些东西 他来教你怎么做 他马上就把他 我们在五星节做的这件事情 把他变成我们有利的证据 对不对 所以日常生活都 当中如果孩子 有这些观察力 有这些能够整合力 他是不是可以丰富 他的写作 或者是丰富他的说力 好 那你看 他说 这是什么 拿 还忍着 就是摆了 那个白神笔没水 把卡水盒抽出 好 这就是小朋友那时候 在捉弄我的 他说 老师这借你写 那我原来的东西 一写出去 就把我擦掉了 我想说这什么笔呢 为什么 我写了就把我所缘的东西 不点 他们就一直笑一笑 他就把那个笔细抽出来 灌什么东西啊 灌酒精进去 那就变白板擦一样 他就笑啊 然后你看 这小孩子有多聪明 他就发现说 原来我们这些东西 是不是就是可以 这样子运用的 好 那可行度是什么 他还把评鉴出来 好 你看每一个小孩 是不是想不一样的事情 很有意思 对不对 好 然后看 如果让美用变成 步骤一 整理服装家庭 二 请求帮助 三 四 生活规划 五 朋友关系 人生片 对不起 我们分两 物品就是物死人 对 我们班全班就开始 所以这次比较可惜 就是说我没有时间 去读 有关游民的小说 因为我知道 小鹿出版社 有一本探讨 诺 就是那个诺 那一件 那个小说非常非常好 就在探讨游民的 好 先到那书洗干净 找心理医生上课 去实习 去庙里 借助 去便室 认识 认证上班成为成功的人 如有入取的话 我们已经是不是 你看 我们班是不是已经 所有的注意力都不是 但我们也不打高 那些从身边的一个物品开始 好 所以呢 这些东西 你看 游民 没入取时的解决办法是 去便店八店小马 兵堤 借助 吃药有老板负责 但不领薪水 很无实 好他也可以觉得说 我们就退而求行事 先不要领薪水开始 让别人觉得你有用 好 那所以我觉得 这样子教的话 你绝对会说 他就有用跟没用 发现许多事 并不是非黑其白 好 从哲学到现实生活的接规 接触思考社会福利 创意发明 被无利用等领域 所以其实很多的东西 你看到了这个 你们发现说 温老师用了哪些 游戏化的概念 我是隐而不闲的游戏 那我想教学要恒久 那因为我跟他是长长久久 我比较不是客人老师 我是急任 所以我们有情感基础 我们绝对可以用隐性的 长期化的恒久的 这样一个概念 去影响孩子 好 所以像游民的是不是使命感 游民的是不是使命感 游民的是不是使命感 残障扑到是不是也是使命感 他何必去做呢 这些事情他又不是游民 他也不是残障的人 他何必去关心这个东西 那正因为我没有使命感 所以那些志工都是因为这样啊 我们周遭有这么多的案例 可以让我们学习 好 那么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促选的 我讲坏一点的这个东西 你看到很多人教书就开始直接这样 弄 我都回归了 你是告诉我这个图 你看懂了这个图吗 那这个图是在讲什么 那其实我跟你讲 这个图的时候 我还有那个是 这是现在我很多东西 我都是用聆听的 聆听是聚集所有五感的注意力的 最好的一个教训方式 我就用念的 我念什么 你记住什么 连题目不提也都是用念的 他已经听不懂 听不懂 开始发文 发文的时候我不回答 别人回答 或是小组去合作 所以用这样子一个方式的说 小朋友就会很认真 那这个讲 这个我这次我没有用聆听的 我让他们自己去看 看完之后呢 你帮我出佳解成除 施者各营 听不懂 他已经教过佳解成除的概念 其实符号怎么用 这次把转换成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符合名义词的 符合单位的一个概念 那你看这个东西 他就开始要去讨论 加减成除出了那些东西 那你看全部都贴上去的时候 每个孩子都可以被看见 每个孩子都可以去思考 别人在写了什么东西 你可以出家的 那你觉得他如果不会的时候 他会参考课本 可以啊 那就是一家 所以这个时间里面 老师做什么 老师就开始去巡视 去看看 每一个孩子 到底觉得怎么样 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那你看 我们这样子 不仅达到个别话 然后厉害的孩子 他就可以先出来 贴出来 然后就可以去当什么 我常说去当教授 去去看别人 看看他 跟他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时候就是最好的 一个奖励方式了 好 那当然 这个时候最后面 还有加速的 这个是收夫男孩 二 这是什么 因为林戴盒里面 这个小说里面 他出现了非常多的点 那每一个点 至于有多少公平 自己想 随便 自己爱怎么样 所以你看 小朋友这个时候 又没有 加入一个游戏的 一个部分 如果今天数学 只是刚才这样子 还没有办法 让他觉得很有趣 那我又加入这个东西 最重要的是 我没有时间 为共读 再去出更多的学习单 所以我把它拉进 我的教学里面 去做一个搭配 我就可以去解释 共读的一些成效 所以这个东西呢 小朋友 先踩小白板画 回家以后呢 也是一样 画完之后也是 照课本里面 加减成熟 四折都把它出出来 而且去做解释 好 你看 每个小朋友画的 然后呢 你觉得他这样子 不会有成就感吗 我觉得真的是很漂亮 每个孩子 看他都不一样 他的风格都不一样 好 那你看 那这样子 全部出的这些题目 是不是从我们的 这样阅读里面 开始出发的 好 那么你看 从林戴盒 林戴盒全长四公里 布莱尔五天走完 他一天走几公尺 这个布莱尔是谁 不是课文里面的 是什么 林戴盒里面 就是周五南海的主角 那么他是不是又刚好 把我们原来所觉得 去做一个表述呢 好 那 最后面也是一样 这个时间不是很多 最后面 因为我们的那个 夏丽已经 刚才已经讲过 所以我们很快的带过去 这是他们做的 让你看照片就 这那一天 真正让他们去做 视角 那一天 我在教室 那这也不是我的教室 我隔壁的教室研导室 那这是教室外面 这个是我们冰法 这个意识冰法 你在这边 我去拍他们的时候 我都快笑死了 这三个是老师 这两个是学生 然后这个 一直在负责管理秩序 这两个一直抢着画家 所以这一组 是最无聊的 最好的就是这一组 这一组在做什么 等一下你去看一下 我觉得这一组 给我非常多的idea 我马上跟出版社讲 说我要来做这个生意 这个在干嘛 我一直想到你们 怎么骗钱 没有什么东西 他就照照片 照了四张学校的照片 有厕所 有图书馆 然后有其他的 有校园里面认为一个地方 那你们分了AB两组 两组去比赛 该是谁先找到这四个点 那每个孩子 既熟悉 又有点陌生 这厕所的哪一间哪 本来现在厕所里面 挂了什么东西 那他就必须要去找 那这样子一个概念的话 是不是小孩子 就会动起来了 好那找回来之后呢 两组 来 帮你们去 你一定觉得 当老板很好 好让你当老板 你拍四张给B组去找 那B组呢 你不要怎么样 放过他们 你也拍四张帮A组去找 他们互相去找 开始也先找到别人出的题目 所以老板永远都一直在那边 亮亮的 那我就想到说我们的热铃 长期开始去我们很多的地方去游浪 啊 不要骑啊 不要骑啦 骑着要伸 膝要伸伸 不过坐的同样 每个人都同样 看起来就这样啊 来放一个途业 我去带一下 是不是都这样 他反而就坐在那个地方 他说 好事吗 我说 不好意思 不坐了 看来又同样啊 我躺到这个不太急了 OK那你看 如果导游设十个点 统统在这个附近 然后可以打卡 如果有延线的话 就可以先打卡 没有打卡的话 如果在国外不能打卡 你就可以怎样 那如果是学生 很简单 小组每一个点 我们都Google 全部都抓好资料给你 来当场录下来 我给你一个人 那天可以让你带一个 你妈妈的手机 或是什么 来录下来你们这组 怎么讲解这个 好回来以后全部现传 因为有网路的话就可以传 不能网路的话 没关系 你就录下来 回来我们再来评选 哪一组是Super Team Super Team 可以讲的最好的 你看我马上给他们 我说天啊 所以那天他们 评价非常的高 这个准备了非常的久 那他们之前 要开这个场课的时候 就说老师 我们这个是很冷门 应该参加人不多 那就是啊 你是谁要你 而且有那么无聊 他们讲的 他会这样子 但是就不太有人满蛋 这样子 那这个最好笑 没有人的 你能想象全校都在上课 然后 那等一下就问我说 有个老师说 老师那这样子 校长会怎样 不会怎样 校长也没有在旁边看啊 他不知道我在干嘛 所以你们都不用去想 那么多 没有那实习老师 他就去外面帮他们拍 因为我负责 室内 他就负责去室外 那其实我跟你讲 你真的不要不相信孩子 其实当一个孩子 成为自己是一个老师的时候 他比你还严格 你看他比你还有那个 你看每天就是这样子 每天都在讲他这些事情 然后你看他们对于 你看课程测进 财务报告 师资介绍 海报设计 招生转化 好每一个都要做 好 那这个在家里 哪些用家里传输过来 我们每个礼拜 都会做激进演讲 他们就开始 在报告他们的一个 你看 是不是很有意思 你能想像这个 像不像一个 你的一个 那个妈妈 这个妈妈 就是说 我这个当务师的妈妈 就是说 我自己念到高中 我才第一次去做什么一顿 而且我不过有 就是在海报上 写了一些字而已 画了一些图 可是我的女儿 已经把所有的工作分配 课程设计 财务报告 所以误出错了 师资介绍 海报设计 造成状况 全部都 全部都把这样子 一个流程 内容都做出 而且去实践了 好 你看 他们非常的严格 他说 一半如果你离开 我负责自己的安慰 自己想 然后前人不退 我想说 你就要出办补习法 什么东西 都不要不要的 他们就是非常的严格 好 哪一个 像这个最有趣的是 你怎么会知道说 像这个点零 三点点到三点零五 就两个人 三点 就两个人 他假设有五十个人 所以这就是 我给他们第一次资讯 第二次资讯 是我的更有经验的一个老师 而且他们非常爱他 好 他从来没有绕高 在做任何的笔记 他做完笔记 他已经听到这个老师讲 课程规划 时间长期造成 中途走的 要退多少 目的地是什么 希望 你每天的课程内容 如何维持 一定要有动机 课程要有乐趣 从比赛中了解自己 如果答不出来 运用规定 可以查教练和学生 小孩来的意愿 老师要用不同的方法 让产品有故事 钱不够 可在报名表上说 只限多少人 好 那你看 这个就是我们 在听话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去做这些比赛 看这是另外一个人 人做的笔记 好 那你看这个 不然接下来 我们就开始去试教 试以运 总是要试以运 最有趣的是 好 我给你看一下 新的 我觉得当教练比学生辛苦 因为要费心事来想课程 我觉得诸教的帮助 对我的帮助 不是加分而实际 一 他总是不受控制 猪队友 就是长得这样 不是人多就好 所以 其实孩子从中学得非常非常的多 然后你看 老师很辛苦 因为还帮学生 你看他那么有责任心 他还要协助学生做笔记 你当老师 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 你都没有吧 他都还比你有责任感好 好 那这个就是说 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寻宝下 他说很好耶 很有成就感 很有趣 不易受伤增加我们的觉察力 我还觉得很有 虽然我找不到 但乐趣在于 努力找到照片式的汗水 这个回馈言论 也太有哲学了 对不对 所以你看每一个孩子 都有做的这些东西 这是在家里 啪啪啪被烧掉 所以就搬出来外面 那你看这个 他们的学员就这个而已 但他们两个玩得不愉乐 我看那个影片里面就 姐姐不用 姐姐给我出 姐姐姐两个就一直在 完全不理会他 所以你看多么落寞的声音 被我拍 被我截图结束 好 那我想 后来他们就洗了非常非常的多 你看 这样子一个过程 我们还 对不起 我们现在才开始准备而已 夏丽宇还没开始 可是他们已经做了 这么多的一个部分 所以你看 你要跟职场接轨 这些是不是都是必要的 这是一个成功的 大概就是要做这些事情 清浪学习 认识自我 合作沟通 解决问题 创意事件 主动积极 统领卑定 最后才能跟职场接轨 所以你看 这个回到我最前面的那个部分 好 那么 一样 这个 最后面我先让大家看一下 最后结束了 结束了 好 很多人问我说 我的创意来自哪里 我想创新教学 其实就是 1%的灵光一闪 29%的努力教学 再按一遍 算一下 数学好一点 等一下帮我看有没办 12%的大胆尝试 8%的渴望改变 15%的自我感觉也好 因为觉得自己很棒 13%的日常挫折 这是难念的 11%的跨界向外学习 这是我非常重要的一个 奶水 就是奶水在渴望 跨界学习 好 10.9%的交际分歧 这样加起来多少 数学好了 19.9% 99.9%加重 那0%电影是什么 摆看啦 想放弃啦 你知道我觉得很烦啊 为什么要做这么多 其实这是正常的 但那种东西 一定会被你另外一个 喜悦又压过去 好所以呢 今天呢 我们21世纪 需要什么样的教室风景 我们需要的是 创新自主的教室风景 谢谢